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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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活开长白哦 我跟叔叔讲这段不要录啊 阿姨给你们查一个东西啊 小孩子都可以听 10 plus 10 plus 10 plus 10 就是10加10加10加10是多少 但是要用英文啊 10 plus 10 plus 10 plus 10 答案是什么 阿姨做给你看啊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哈喽 阿姨又来了 因为我每次开长发 阿姨不会发明 阿姨出来嘛 所以阿姨自己做了 天天天天 来 今天要煮什么你知道吗 鲜菜炒猪肉 要煮晚餐 今天阿姨美丽吗 粉嫩粉嫩的 来 鲜菜 哎呀不用这么烦啊 不要去买那种哦 鲜菜这种很便宜的啦 潮山的鲜菜 它是素的哦 阿姨不是素啊 sorry啊 我有放猪肉 啊 去买一包 鲜啊 不要紧 然后蒜米 蒜米哦 没有理的啦 几多粒就几多粒的啦 你有 有时候蒜米买到多不是多咯 有时候都不够蒜米 就放两粒咯 用四粒啊 Aunty你不是 掉很多蒜米一盒一盒 再写鬼 对啊 用完了 用完了要用机器打 还要懒多啊 就随便啊 拿四粒也好啦 哎呀 敲一敲 有菜刀就用菜刀 但是我懒多用菜刀是什么 要洗多一个刀 哎呀 我感觉不黑啦 蒜米不用切片 哎 不用切粒 哎呦 哇 又差一点点 哎呦 因为Aunty每次哦 要煮菜之前哦 我一定 你看 多么粒哎呦 看到都烫哦 ok 切片 这样洗干净了 链皮 切片 这样 要多少Aunty 哎呀 大概10片啦 没有关系的啦 你要放多就放多 放少就放少 这样就好了啦 Tomato一粒 没有Tomato就不要放 其实Tomato放下去嘞 煮了哦 它会有产生一种甜味 其实 哇 一讲Tomato 就要流口水 其实Tomato就是 调味料来的啊 把它切 因为要煮到它烂烂 煮到它看不 嗯 一粒就好了 米椒 吃辣的人就放多 吃不辣 不能吃辣的人就放两条 再不能吃辣就不要放 切粒 ok 哎呀 我的米椒啊 它收到要烂了 然后我们家很厉害吃辣 所以 放多一点啦 没有米椒有辣椒干 你就放辣椒干 ok 哦 辣子 然后猪肉 猪肉 猪肉 插插插插 放一边去啊 不要洗这么多碗 多米椒 都没多也放一边去啊 哎呀 辣椒 鲜菜 切丝 切片 然后啊 记住啊 如果你们要撕出来切 不是不可以 也是可以 如果你撕出来切的话啊 你看啊 这样一条一条啊 尝尝啊 有时候切菜你们要知道啊 不然它会有很多根 然后哦 你切的时候哦 你不要这样看到尝尝哦 你就这样尝尝切哦 哇 那时候纤维很多哦 你就要逆切 是不是 那个纤维就给你切断了嘛 这样逆切 ok 然后这个黄哦 它是很好吃 但是它有纤维 你很难咬断啊 记住哈 这个纤维要把它扒掉哈 嗯 不然这个纤维你咬的时候咬不断 ok 然后 就知道auntie跟你讲不要腻 不要横切咯 因为它是这样常常你腻切 猪肉你们喜欢放的 要放多少是你们喜欢啊 你看auntie的咸菜这样 猪肉差不多都跟它一比一了 没有办法我们家里的人是肉食动物 ok 要的原料很简单 然后硅脊 放一大匙的蚝油 胡椒粉 一米粉 搅匀它 腌制 这样才好吃 那个猪肉才入味 猪肉才滑 然后 放一点点的油 锁住它 等下你炒的时候它就不会干干彩彩彩 那地方多少 阿嘎阿嘎啦 一大匙这样 又来阿嘎阿嘎 一大匙这样 你看 那个猪肉是不是滑滑了美美 咸菜 切的时候 拿来吃 很咸喔 洗一洗 咦 这个咸菜咸 买到不同品牌 有时候买到一个品牌 不会咸 洗它 蒸一蒸它 最少都要蒸一个五分钟 只要试吃 所以你一直蒸它 一直试吃 我uncle都知道了 你不要等下蒸到蛋过头 一吃到没有味道 这个很咸 这样我要买回有一种 一罐的那个 你还记得吗 以前我买平的 这样一罐大大罐 它有一个小罐 然后有一个很大罐 那个就很甜 那个就不会咸 起锅 烧油 锅还没有热 我热了 看到吗 葱姜蒜 没有葱 姜和蒜米 放下去 看到吗 颜色还没有低黄色啊 一点点的牙 猪肉放下去爆香 好甜啊 天啊 出油 哇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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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烧一点也是OK啦 不要煮的 OK 烧到它出油位子 还没有出油 猪肉 来 炒火啊 然后也有人呢 把猪肉拿起来 烧那个鲜鸡 也是可以的 啊 进手 不要把猪肉拿起来 老手没有拿起来的啊 老手就放旁边 好 烧到它干水 看到吗 这个就是老手就是这样咯 那我又拿起来呢 因为阿姨发现到我那个咸菜 拿不够干水啊 唯一不知道我怎么说 拿不够干水啊 说到 说起来怎么也不顺口啊 哎呀 有一点点猪肉 跌下去就无所谓的啦 OK 炒到它干水啊 炒到它干水啊 你看水有水啊 看到吗 全部是油了 啊 其实我不拿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你看啊 干水啊 看到吗 全部是油啊 老板你要拿镜啊 跟镜头啊 看得到吗 这个时候 可以放猪肉下去 这个不要洗哦 精华在里面哦 再炒 tomato也放了下去了啊 看到吗 tomato是一种调味料来的 那椒仔没有放 那椒仔一定要放啊 你看阿姨这么加吗 会有那个种子 嗯 很香 出炎了啊 关小火 那么咧 现在方要放调味料 蚝油不用放了 已经放了 圆圆 不要放怕它咸 放一点点的胡椒粉 最重要 肉炒 为什么阿姨喜欢用肉炒 肉炒的颜色它不会黑色 然后你有时候你看人家煮菜啊 为什么那个颜色哦 哇金金黄色很漂亮 为什么我们煮到贝贝的 Auntie烤鸡的时候 你们有看到我用肉炒 烤出来它就是金黄色 如果我用黑酱油的话 它全部会黑的 但是你要放黑酱油也是可以啦 没有问题的 黑酱油呢 有一个品牌可以用 它不会黑的 啊 有一个品牌 它会金黄色这样 你看这样的颜色咯 马来西亚有一个品牌可以 Auntie你讲一下那个品牌 我要找他 我要帮他打广告 那个老板找我一下 你的品牌很好 但是没有人发解到你的品牌 Auntie知道罢了 它的价钱也蛮贵啦 但是 它炒起来就是 那些 黑黑这样 像Uncle这样喜欢黑黑 它就会像肉炒这样 你看 你看它不是黑黑的 老板是不是 甜色美吗 甜色美 啊 那老板先过来 这个碗不要洗Auntie 就跟你们讲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放下去了 不要放盐啦 如果你们要增加它的鲜味 甜味 你们可以用一点点的酱油 但是Auntie不敢用 为什么 我怕它咸 你们只可以用甜的酱油啊 看过了到新香港的老板 你看 旁边嗆下去 嘿嘿嘿 我现在去没有生意 因为我很多 勾着 算了吧 这个时候 勾芡 一小茶匙 那边 下 OK 勾芡其实等一下勾了 还是一下子快手勾 帮你闷啊 给它入味 等等 其实勾芡 Auntie弄错了 勾芡不要这么快勾 Auntie勾一下子 想到不要闷 你看 这多漂亮 就这样 手机都完了 一定要试吃啊 够不够咸 这个时候接定 好 好 记住 一定要放一点糖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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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菜 炒菜心 要控制火候 Auntie教你们 这个清粒又漂亮 水一定要滚 然后 丢一大匙的盐下去 不会咸的不用怕的 因为那个水那么多 是不是 然后 又是阿嘎阿嘎 两大匙一大匙的油都无所谓 总之它有油就可以了 很滚是不是 要滚滚咯 这个时候放下去 汆烫 车 车 车 要健康的人就是这样咯 就算你下午汆烫到晚上 它还是力有油轻轻的 好咯 你看啊 断轻了 炒菜 你看熟了吗 你一看它熟就可以了 拿起来了 摔干它的水分 我没有做好油的酱汁 不要紧啊 就淋酱油啦 这个时候你可以摆盘咯 你有请吃饭 有腌壳的时候 这个菜心酱就很美咯 一条一条这样放咯 你不是排咯 不要的话就 再下去就可以了 没那么大喊 但是你钱人不得了 你还要排靓靓 所以世界上你就增加了你的思义 就这样排咯 看啊 好简单 放酱油 你要放蚝油你就放 蚝油 没事 你还要放蚝油 你还要放蚝油 怎样讲 蚝油啊 口蚝油啊 口蚝油啊 你要放蚝油一大 摩油 放蚝油一大 对吗 哎哟 阿姨 有猪油渣已经完咯 对呀 阿姨就是每天叫你们做个猪油渣 看到吗 猪油渣 阿姨就不舒服 看到吗 哎哟 阿姨那家猪油渣 炒酸米的啊 好了 鸡肉又完成 又一样菜 第三样 快手快点的来 刚才的水是不是 还是滚着的时候啊 Ladies finger 英文叫Ladies finger 女子的指甲 哈哇又没说啊 小嘎 你没有哦 没有啊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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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ktail Yong cocktail 哈嘛又讲音色 又讲说不会讲 Yong cocktail 哈哈 还骂臭话这样 OK 这个哦我跟你讲哦 印度人哦很喜欢吃的 他们哦 那个我们老人这个骨骄很痛嘛 没有骨骄了 是不是我们等水滚的时候 我们聊一下天啊 阿姨不要割掉他 他躲龙啊 阿姨每次聊天的时候 他割掉他 因为他讲做么的嘛 又有人骂你很鸡渣了 我说你不要理他 就让他讲我 反正他都是在看我嘛 他又肯留言 我会多些鸡 麻烦那些鸡 是吗 阿姨有个蒙的啦 他感觉穿黑的啦 印度人哦 他们就把它切成四段 或者是三段 然后放去水里面 压住他在里面哦 整个月 你知道整个月 他会黑黑的嘛 然后他有那个 那个字啊 他有那种 一体出来的 他屁梯这样黏黏的 他们拿来喝 他们说可以吃这个骨骄 印度人每个人都知道 可是我一看我喝不下啊 很酱 OK 但是这一个菜真的是很好哦 他们讲对我们的关节炎啊 我们俩没有了胶质啊 用这些很好啊 OK 我们等水滚 反正都已经汆烫了 阿姨就再汆烫给你们看 阿姨 你也是可以用那个 摩西斯的那个蒸炉啊 对也是可以的 但是 没有那个蒸炉 没有那个蒸炉的人 就用这一个了 你看阿姨一讲 是这样的 水滚啊 看啊 那把人拍到哦 阿姨一样 太多给一条了 阿姨有做什么呢 水滚里面就剩这几条 要炒又不够 我每次炒 因为阿姨有做 你们可以去看我视频 然后哦 又炒不到 不是这样蒸来吃咯 然后阿姨哦 不喜欢吃咯 我给你讲 我可以再讲话吗 我们那天哦 跟阿姨哦 两个人哦 我们去吃印度饭了嘛 然后阿姨每次吃印度饭哦 他就是叫Soton啊 叫鞋啊 叫螃蟹啊 叫羊肉啊 他不会拿一样菜 他都不会拿的 阿姨一定会拿两样菜 一个肉这样的 或者是一个肉一个菜 然后他来的时候哦 他的盘那边哦 这个羊角豆有一条 那天他给你 六条有嘛 然后我就看到我就很惊奇哦 而且他又不吃羊角豆了 我讲你这样乖的 你中国吃羊角豆的 ok 你看他 看他这样断清了就可以了 你看阿姨讲话这样的时间 大概你们就写阿姨讲话这样的时间了 OK 关火 然后我就看到他很乖哦 诶好像不够哦 够了够熟吗 哎呀不够熟都不要紧 这个可以生吃的 Uncle一定不够熟的 Uncle一定要软软的 你要软软啊 嗯 嗯 要不太熟 这个很能够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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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我讲讲调价 好 讲调价 我讲调价 要讲调价 要熟熟哦 要靓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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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阿伯斯同事人用 我们要吹口了嘛 是不是 要脆口味好吃的嘛 咬到有啪啪啪声嘛 哎呀没变啦 要软软的 要熟熟的 什么都要熟熟的 大梅 要熟熟 哇 水都没有滚啊 要滚啊 给它自己看 要水泡泡泡泡 这样子 给它 不懂是我煮菜 还是她煮菜 是Auntie以前年轻的时候 气到我不要煮牙吃 自己就去外面吃 在做video 调价也没办法啊 我跟你说 来 摆盘 然后Auntie有教过你们做samba bladjan 然后很多叻 他们啊 Banning的人呢 就很喜欢蘸那个 黑皮香 就是辣椒虾 辣椒的 那个来蘸来吃 哈 有sambabladjan你就蘸 sambabladjan 再什么都没有 就淋酱油吃 也是很好吃的 脆脆的 OK Auntie因为有做samba嘛 所以Auntie就淋samba咯 很好吃 甜sambabladjan更好吃 OK 搞定 再没有像Auntie这样 猪油炸 蒜米也是可以的 很多吃法 最好吃就是Auntie的那个灵魂 这样也叫过你们了 搞定 三松 没糖啊 不好意思 干嘛没煲糖 吃饭 大家吃饭 天天天天天 韩菜炒鸡肉 阿婆买韩菜啊 今天的菜色香其味 再点 清到吗 什么了 被硬了 被硬了 你看 那还是 不会 会硬啊 会不会硬啊 你怕硬啊 嗯 我吃一口给你看看吧 我最喜欢边边边 但是我吃中间给你们看 我吃完 等他们要出来吃 我吃了 小咖 你看 你不要说小咖 你吃了 小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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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哦 大家吃饭哈 我跟uncle两个人还没有吃午餐 现在是晚餐了 省了一层 你们的眼睛不要看那边啊 看这个啊 不要看那边 人的眼睛一定全部看那边了 这个是主题 好吃 其实阿姨刚才用那个肉糙啊 本地人喜欢用黑酱油 因为黑酱油比较香啊 也是可以的啊 你们就用黑酱油 因为阿姨为了拍视频的效果 所以我就用肉糙 哇tomato很好吃的酸酸 猪肉放多点没有关系 很好吃的猪肉 哇而且又够辣 哎呦 它酸咸 我还吃下去那个口水也会 哎 是我的黑酱油 沾这个羊角豆 嗯 脆脆的 当时你煮过好像零万酱 零魂酱 零魂酱 我那个零魂酱老吃的嘛 然后我阿姨没有切掉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它的那个黏液流出来啊 啊 这样你吃哦 咬下去也不会死的啦 可以 咬下去 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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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很可怜哦 uncle 看做auntie吃哦 他要video 你不要讲 你不要可怜他 等一下他吃起来很够力的 所以他现在肥有肚懒 以前我有肚懒的 我肚懒很大 然后他就欠我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在那边躺着 你要睡觉之前 你要这样子做 做给你看uncle在那边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这样 然后一直在那边弄 现在你这样弄 看都没有了 你不是还是一样有肚懒 这个很好吃哦 猪油炸的味很重啊 然后这个 轻 这样炒到 不会讲话 还是有点试测 还要再调 auntie哦 研究这个烧肉 已经第六次了 今天这个是 也是最漂亮的一次的皮 但是还是要再调 auntie做到准准的时候 跟你们讲什么原因 而且我也找到原因 害我浪费了六次的猪肉 这个是第六次 浪费了五次 auntie问了很多 不要啦 改天才跟你们讲猪肉 守着啊 今天讲咸菜 今天的主题是咸菜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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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咸 干饭的 你可以一直吃白米饭的 哦 嗯 咬到那个咸菜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也给我20条 我都可以一口气吃完了 诶 该讲那个 我讲你吃这个东西 我讲妈妈当讲的一般 妈妈当 我不是来讲的一般 讲说你叫这个来吃 我想你这么乖的 讲下去 他拿给我 不说我要吃 那你拿没有 然后Auntie就讲 你这么乖的 你会order菜的 他也不要打我 哇 这么多的 你这么搬来 然后他讲 那不是我拿的 是他给我的 我这话给你 他讲哦 那妈妈那个卖 那卖印度饭的 全部是肉没有菜 然后送给Uncle溜条 叫Uncle吃菜 哈哈哈哈 我笑得要死了 他看不惯了 他拿螃蟹 拿Sotong 拿羊肉 一颗菜都没有了 那个妈妈当的人 印度人都受不了 顶开不顺 送那肉球 用狗刀被他吃 是不是你看人家都看不惯 你不要讲说我每天要唠叨 你叫你拿菜吃菜吃菜 还是吃烧肉 我的烧肉 终于知道怎么样做了 我喜欢吃边边的 我喜欢吃边边的 哈哈哈哈 你看 还是有一点点 硬 还有蛋条 好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哎 还没有啊 全部人啊 吃了那个烤鸡丢啊留言啊 还有那个香草面夹的那个压面啊 全部留言啊 不好吃阿姨就先拿 哈哈 那你给这么帅 老板不好跟我讲啊 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 不要对我的网友羞 然后我的网友来 要煮多一点点吃 多一块烧肉 多一块叉烧肉 多一块叉烧肉 然后就给多一粒烤鸡 这样子 阿菜啊 那些阿菜炒鸡丝 那个某某 你用那个蜜香哈 另外加钱哦 那我跟你讲 你不要吃两片咯 没给我钱的嘛 他就没有这道鸡丝 不喜欢吃蜜香的 难道每个都不吃辣椒吗 不要再讲一话啦 ok的拜拜啦 要吃饭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咯 谢谢大家